现在在中国非常引人讨论的 尤其是在科技业者中间 就是程序员 那科技业者中间非常引人注意的 就是在中国有一个承德的这个程序员 他是翻墙为国际的公司工作 收了105万8千元的工资 就是他的工作所得 但他的工作需要翻墙 就被这个河北承德双桥公安 就是把这105万8千元的工资没收了 2022年9月的时候 承德当地的安全部门找到他 认为说一个发布了大量的反共吧 应该是言论的推特号属于他 那然后他呢为了自证清白 他就表示说他正在为境外的某公司工作 他个人的推特只是偶尔为公司的推文 点赞转发 发表那些反共的言论的推特 不属于这个人 那他是为了自证清白 证明说他不是那个人 告诉了公安翻墙是为了工作 他就等于洗清了这个反共的言论的 这个黑锅吧 但是呢还是被扣押了他的手机 笔记本和电脑硬盘 一个月后归还了这些设备 但是呢就是2023年的4月和7月 又做了几次笔录 详细介绍了工作情况 并提供了收款的银行卡 公司在所在国的注册信息 他和公司签署的顾问合同等等证明文件 期间公安部门表示 推特的事情已经查明 和他无关 但是翻墙的事情要进行处罚 同时收入将被认定为违法所得 那然后呢就是翻墙处罚 好像是处罚了几百块的罚金 很低 但问题是翻墙之后的收入是违法所得 所以把这一百多万全部都充公了 他申请了行政复议 然后复议也没有成功 他现在打算采取行政诉讼 这就是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引起非常大的关注 是因为说按照这个逻辑 就是任何人翻墙所得到的收入 都是违法所得 都会被收缴 你只要是翻墙从事的工作 你收了国外的公司或者企业什么的钱 你的客户的钱 你都是违法了呀 比如说一个民营企业 比如说他在亚马逊经营一个账号 他翻墙 对 那是不是这个民营企业 在亚马逊上卖货的钱 也都是非法所得 你要是这么推下去的话 就是任何企业公司个人 只要你翻墙 从事了你的业务活动 那你的业务都是非法所得 你都可以被收缴 好比说 你住在A地 上班在B地 然后你开车去上班 这个车子没有过年间 开车这个行为是错的 你不该开这辆车 那结果有一天发现了之后呢 处罚是说上班所得是违法 就这个比喻的其实蛮好的 就等于说你开车是错的 你翻墙是错的 但是你不能说我翻墙之后 我的劳动所得是违法的 那当然就说 在这个议题上应该 我想就说 就基本上很少有人会说 就是中国共产党做的好 做的棒嘛 对吧 那然后呢 所以就是有大量的网友 前往这个承德公安的 抖音的这个视频号进行嘲讽 这几天承德大街小巷夜博点 反正短视频创作大赛 你关注了吗 看到了 今天上下班 好多爱乐地平有播放 看到了还不错 是那个哪 那个石路口那个大瓶放那个吗 就什么首山大叔 他们拍的那个 还是那个反诈的 是反诈的那个吗 我在朋友圈里边关注了 我有一位朋友到这儿发那个 然后我当时还点了票 然后那个应该里边 还有那个相应的奖品 我记得还抽了一个二等票 是一千克钱的美中卡 是那种活动吗 你没关注吗 我没有 那我稍后可以发给你 你可以 您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您获得那个奖吗 可以可以 我记得我还截了一个图 主要是缺钱 但问题就在于 这个事情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说 他们很有创意 然后呢就为全中国的公安 都开拓了裁员 我看到就是不明白播客 就提到说就是中国的人才 在流失到海外嘛 他现在有一集 是讲的是这些个程序员 那技术人员 他们移民加拿大 那我相信这个消息 应该又会刺激一批移民潮吧 因为那是他工作必备的 就是对于这些群体来讲 他不翻墙 他是无法工作的 然后好 那然后你就为 中国共产党的官老爷们 再攒钱 我觉得有点脑子的人 这个时候应该要离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吧 希望程序员们 有点脑子好吗 也希望任何翻墙 是工作必备要求的中国人民 你们有点脑子 该出来就出来吧 不要为中国共产党攒钱了 你攒的家产 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钱 中国人现在多半是 走不了的比较多 那你就不了解中国人了 中国人主要的问题是不想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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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主要的问题是他不想走 并不是他走不了 说的难听一点 偷渡 走线 他都能走 就中国最穷的人 他也可以试试看偷渡和走线 他们不想走 中国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 认为中国很棒 美国很烂 加拿大很烂 全世界中国最好 这个是我们家族的人 就这样子的 最近我们还跟我们家族的 那个农民聊天 就说现在在农村 找不到活干 就是最近 就是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发了一个 就是说 一个影片 就是说在农村 赚100块钱 人民币有多难 里面那些个70多岁的 这个老婆婆 干一天的活 摘辣椒 非常非常难 那然后我们家族的人 传过来的消息 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 前些年呢 在农村 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活干 一天能够赚个 100块钱之类的 那他说 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活了 你像我们家族的人呢 他们就是找 就是可能是脱关系 找朋友吧 找了一个 一天工作 12个小时的工作 就是夜里12点 上到隔天12点 就在那种 邮局之类的地方 就是大包之类的 那一类工作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每天都工作12个小时 偶尔还要 就是 就是晚上12点 工作到隔天 12点多 就是还要 还要加一点班 一天工作12个多 12个小时 还要再加班 然后 这个 还觉得说 说全村人都羡慕他 因为 他这样的话 他一个月的收入 能有4000多块人民币 还支持习近平 说习近平做得特别好 因为他现在又要 这个医疗 反腐 说现在去看医生 医生对他们非常和善 这个也不敢 就是不让他们做检查 不让 不给他们开药了 村子里面 找不到活干 那 这都 就是 这 这 这都没什么 那 全村都羡慕他们 还能找到一个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一个月收入 4000多块人民币的工作 然后你要问他说 那太辛苦了吧 一天工作12个多小时 他唯一给你的回复 那是全村人都羡慕我们 别人想干还不行 就解决了 我再说一遍 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就是中国人民的愚蠢 和中国人民的坏 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财富 没有之一 很多朋友以为 中国共产党 掌控的这个国家 是多么的大 资源是多么的丰富 什么什么这些的 不不不 中国人民的愚蠢和坏 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财富 真正中国共产党 掌控中华人民共和国 靠的 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的愚蠢和坏 你要阻止人类变得愚蠢和坏 你就是为中国共产党 少制造一点财富 这是根本的 所以中国人民不是他走不了 中国人民绝大多数 他不是走不了 他真的不想走 我无药可救的奴性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奴性来描述 因为他并不是一种性格 他也并不是一种人性 而且首先他不是无药可救 他是被人为训练出来的 他出来就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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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打开门 他就不出来了 简而言之就这么简单 他既不是无药可救 他也不是他天然自在的一种性格 所以说就是我很反感说 韩粉没救了 磕粉没救了 或者中国人没救了这种说法 对 因为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从人被训练成奴才 那自然他就可以从奴才恢复成人 中国共产党透过洗脑 国民党民众党透过洗脑 对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 所施加的这一种训练 他都是可逆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逆的 这一种改变 他不是格兰伟严 正是因为他时刻都处于一种变化中 所以说就像我提醒大家的 就是愚蠢和坏是没有底线的 你看人可以被训练的一天比一天更愚蠢 人可以被训练的一天比一天更坏 那你倒过去推这个逻辑上面 那你当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 让他一天比一天更清醒 让他一天比一天更明白 让他一天比一天更恢复良知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吗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人变坏 那你却不能把人变好 这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说双方所要付出的努力 是完全不等同的 人要变坏很容易 变好很困难 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变好的趋向 对 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 我提醒大家的 就是第一 就是你不要高估 中国人民 因为你高估中国人民 你就会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那第二 你不要低估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 民众党 他在台湾人民身上施加的 这个力量 他的 他的威胁 就是一旦你把什么东西 归于说无可救药 没有救了 那你就不去努力了 那就真的完了 那再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把它归于说 这是种姓的 这是性格的 这是独属于中华文化的 那么你就会想说 那就会有些人反驳我的时候 就会说那台湾人不会这样 只有中国人会这样 那这就又错了 因为台湾人也会这样 就是说 你不要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共产党 他的威胁 我害怕你们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所以我不断地提醒你们说 中国人比你们想象的 更对台湾产生威胁 那同时中国共产党这一套东西 他在国民党民众党实施 国民党和民众党是他在台湾的实施者 他这一套东西对台湾人同样的 具有很大的威胁 无论这个威胁来自于中国人民 还是来自于被国民党和民众党洗脑的台湾人民 我希望你们正视这个威胁 我不希望你们说那没有威胁 但同时我也不希望你们说那无可救药 我希望你们正视那个威胁 然后你们好好的去做这个工作 去做这种努力 从你的身边人做起 让这一种他把人这个烈化 就是有一个词叫做烈化 你知道就是这是中国共产党 把中国人和台湾人烈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假冒伪劣的烈 烈化的这个过程 其实我去就是我之前跟八九聊天的时候 我就谈到这个事情 我非常害怕台湾人被烈化 被烈化 对 因为我看到中国人民是怎么被烈化的 我知道人是可以被烈化的 就是他以自上而下的一种方式 很快的让你变坏和变愚蠢 你必须对抗你身边的人被烈化的这个过程 你不能让你的身边人被烈化 对 那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你看看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就知道 对 当国民党和民众党 他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 这个烈化会更迅速 那现在虽然他们没有掌握国家机器 但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圈子中 他利用认知作战 他利用资源 他利用媒体资源 他仍然在持续的在对台湾人进行烈化 对 那你必须去对抗他 你不能觉得 你首先你不能觉得那不是威胁 第二你不能觉得说这个威胁不可抗拒 对 你不能在你和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你的那些蓝白红阵营的支持者 中间打上一堵墙 说他们没有救了 我就不去救他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要非常清醒的意识到一点 就是说 烈化是会传染的 烈化是会传染的 他就像武汉肺炎病毒一样 对 他会传染 你必须阻止他 你必须付出努力阻止他 这就是我说你观察中国人民 也是在观察中国共产党 你看到中国人民在多大程度上 变坏 变愚蠢 你就看到中国共产党走到哪一步 对 但是中国人民中的一部分人 在跟他抗争 在跟他抗拒 但这种抗争 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讲 长期以来讲是失败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他有执政 他是自上而下的在推动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 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一旦他上台 他自上而下的推动 情势会比现在更糟糕 在台湾的情势会比现在更糟糕 跟笨蛋讲话很累怎么办 就换个方法 有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威胁内诱 有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威胁内诱 有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坑蒙拐骗 都试一试好吗 加油